拿下它 七星伏魔阵 肥群蹄 不,不可能 一回一时塑料 小炎,你确实比我想象的还强 不管今天是你死子,还是这个小妮子死子 你自己选择 你先奋我炎 很简单,将你身上的宝物都给我交出来 不给你 小炎,我们毕竟同是肖家之人 你还有灵循,你即使肖家一字 北参肖家 冲击物浮物的,今天物就要少了你 好小子,我就算死你也别想好 小范婷,就送你住包,你伤不到物 小炎,你认为如此简单吗? 我已经在肖羽那小妮子灵魂中种下了我的阴迹 我自保身亡,她也要跟着我魂飞扩散 小炎,我要让你这辈子都活在悔恨之中 妹妹 小炎哥哥,能死在你怀里 月儿已经很知足了 没事的,没事的 姑姑一定会救你的 西藤西藤这么办 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妈 有一种办法,逆天改命 但这种方法极其凶险 如果失败你也会魂飞扩散 不过量,巫妖这么多 交给我吧 我帮他凝聚灵魂,一会有逆天结出现 需要你来抵挡 如果失败,必死无疑 好 少主,不要哭来 这是,这是逆天结 逆天结共有十道天雷 是所有雷结中最为恐怖的 意思是,与天夺命 所以才称作逆天结 与天夺命,是什么意思? 就是强行留住已死之人的灵魂 不过,这种逆天手段 只有五神镜的强者才能施展 消炎是如何做到的? 希望消炎能挡住这次的雷结吧 心疼迷恋不够 再追悟加定 也罢,如果你死了 我也将进入沉睡 下一个速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你撑住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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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有人真的从这么恐怖的雷结中,活了下来 而且还是一个巨人竞艺中的青年 基本物每每这么延亮 触发隐藏S级任务 唤醒沉睡中的消遇 任务完成 无敌外挂系统持续时间增加一分钟 是否接受 S级任务 接受 接受成功任务条件 寻找凤凰木 精灵拳 聚魂草 炼制成反魂丹 方可唤醒消遇 什么分析 每天学多了 宿主经过雷阶退体 身躯进化成金刚不坏之体 金刚不坏 那物实乎是刀牵不余量 金刚不坏 铜金铁骨之躯经历雷阶西里时 有百分之一的几率 进化成金刚不坏之体 刀枪不入 水火不向 百毒不清 附带地阶上品武技 金刚不坏 激活后 身体堪比金刚 身披金光 战斗力增加一倍 神魔难倒 持续一小时 冷却时间 十天 有事冷却机能 西等力雲来雲吞亮 那物美美正乱饭 不正不能一直待追神兵化 交给我吧 我这里有一片虚密空间 灵气充裕 对滋养灵魂也有很大的帮助 它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到吧